大家好,我是Kogoです 來到今天我們會找不同的文型 都是找兩個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 にずれて 或者にずれ 前面是動詞詞出形 或者是名詞 意思是隨著... 我們看看第二句的例子 寒くなぬにずれて そして風をひく人が増えてきた 隨著天氣變冷 感冒的人就增加了 即是說 隨著前項發生變化 後項也發生變化 即是因為冷了 所以冷就容易病 病的人就增加了 就是這個 にずれて的用法 這個多數用於書面語 它跟這個にしたがて 或者是したがい 是一樣的 是這個とじに 的形式表現 即是A變的時候 B同時都會改變 第二個要說的文型就是 にで 前面是名詞 表示在...的意思 其實它還有兩個意思 第二個就是用... に... 第三個是於... 表示結束的時間 大家留意到這三個用法的時候 就發現 其實它跟で的意思是一樣的 首先 它表示在的意思 即是事情發生的場所 例如例子 新人教育的培訓是在總部進行 這是表示用於正常的書信 是書面語 另外它也表示工具、方法、材料或手段 跟這句話是一樣的 這句話是書面語 用什麼的意思 例如這個例子 飛行機到香港 就是乘飛機去香港 飛機就是它的方法、手段 第三個說明是表示結束的時間 例如大家去立法公司閉館時 就可能會聽到這句 本日夜8時にて閉館します 就是今晚8時會閉館 我們今天就很簡單說這兩個文型 這個にずで 我經常都看到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記住這個文型 還有昨天說的にずで 都是經常聽到或用到的 希望這兩天的文法都幫助到大家 如果你想繼續溫習 就明天繼續看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 就可以去我的IG 然後看日本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有問題的話 可以Facebook inbox我 或者IG inbox我 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byebye バイバイ 放入冰箱